一天都不回类 我已經跳了 大家好,我是院長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很酷的電競耳機 這個是 有情業配常常寄來的 那它這個是這個 Presto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電競品牌的電競耳機 那就是那種很大的有噪聲 還有一個麥克風 可以讓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同時呢,還可以語音通話 尤其現在很多都有那種 語音通話功能 你可以溝通啊,戰術討論 比如說,打了邊打了邊之類的 好啦,它的型號是 G800 Mark II 它是它的第二代的型號 我們先打開來看看好了 我們趕快打開來看看裡面有什麼包裝物 喔,這是裡面的東西啊 然後呢 這個,喔 這個最普通的就是這個吧 說明書的部分 然後呢,它也有送這個 我覺得這還不錯,是送這個電腦用的轉接頭 那這個科普一下 這個其實它這個裡面的 好,這是它的耳機 我們先打抽打一個 等一下帶給大家看 那它這個其實它是這個三個環 我們科普一下,近一點有沒有看到 耳機裡面這種三個環 通常都是給那種筆電 或是那個 手機在用的 那你電腦的話 它現在電腦 以前電腦製作 還把它分成兩個環的這種 它就要把這個耳機跟麥克風 把它分開來 所以它就有送一個可以轉接的 這樣子 你就可以查你的電腦了 這樣子把它轉接 這很方便 對,因為不用再另外買一條 因為有的可能就沒有 沒有顧慮到 好啦,這個耳機的部分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本體 耳機的本體是很帥 好麻煩 L在這邊 左邊在這邊 然後它這個側邊的部分 又很酷 這是透明的 然後是橘色的 它是Prestola的品牌 那這個是黑色版的 黑色版它這個 裡面這個耳罩這邊配的是橘色的 那它其實還有灰色跟粉紅色 我覺得粉紅色很酷 你知道嗎? 粉紅色還是一個很酷的地方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它其實它這邊 粉紅色這邊還有一個耳朵 我來抓 貓兒 我吐了這麼長 好 這個我來抓 等一下抓個圖片來分享給大家 粉紅色很酷 如果是一個女性玩家的話 我覺得可以買粉紅色版本 好 那這個勒我來試戴一下 喔 喔 有沒有很酷啊 欸其實我就聽真的 戴上去就是聽不太到外面的聲音了 那這耳罩的地方就很大 對 它也很舒服 這軟墊的地方也很舒服 然後它還是可以調整啦 你可以調整你的頭的大小 調到最大的話也是超大頭 超大頭的部分 對 好 然後呢它這個上面這邊 這邊這一塊 它也有加一個軟墊在這裡 比較帶久比較不會不舒服 好 那這是它麥克風的地方 這樣可以調下來 好 那你要對戰的時候 就可以語音通話 然後溝通戰術 那它這個地方還有一個設計 我覺得還不錯 它這邊有一個一鍵靜音 好 大家有看到嗎 一鍵靜音 你可以這樣子開關就可以靜音 就是突然喔 譬如說 喔 你媽媽叫你出來吃水果的時候 可以趕快靜音 然後這邊有一個調大小聲的地方 然後呢 它這個重量很輕 重量只有269克 所以你帶久也比較不會覺得熱 但是可能就是 我覺得帶久可能這個 這個地方可能會覺得比較熱吧 如果夏天的話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整個照起來 它那個 你這個 隔音的效果很好 不過我覺得這邊可能也會比較熱 好啦 這就是它的外型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來進來 進入我們實測階段 來 GO 先講一下感覺 它戴起來就是蠻舒服的 因為它這個比較大 然後把你耳朵這個照住 然後 它這個泡棉的地方比較軟 比較蓬鬆一點 好 我們這個 我們剛剛有玩了一下遊戲 它遊戲的表現其實我也覺得很讚 就是它那個聲音的部分 就是更比較立體 比如說你在玩那種就是 FPS 那種強戰的遊戲 就是 你的感覺就是會更 就是 那種敵人在旁邊的感覺 會比較立體 或是強聲哪裡來 會比較立體的感覺 比較 感覺會比較更動物這個遊戲 所以媽媽小孩 小孩在那邊講話都完全聽不見 對 完全聽不見 因為這耳朵真的太大了 對 然後而且它這個感覺就是 它好像可以變得更大聲的感覺 因為一般的耳機 可能有一些保護把聲 就算你這個 電腦開在大聲 它可能就 也不會到很大聲 但是開大聲真的很大聲 對 所以耳朵的部分 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要開得到太大聲 那另外呢 我們剛剛也來測試 就是說放一些音樂 MV這種的 或是說 一些動感的歌曲 就是 表現也很好 就是 我覺得那個 立體聲的感覺更棒 對 就是這種感覺 那你有沒有什麼 感想 你剛剛也要試聽一下 我覺得以 播放演唱會的這種片段來講 就很像站在這個大賣場 這個電視機前面 那種臨場感 你看那個賣場 那個電視就是 55吋以上的 你在那邊 聽到這個音響的震撼力 你就 我要買啦 我想帶回家 有點這種感覺 那以 播放MV這種抒情歌的感覺的話 就很像在KTV 你在那邊唱歌 然後就有環繞音響的感覺 就讓你很想 跟著一起唱 啦啦啦啦啦 好啦 好啦 這就是我們實機測試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 就是聲音的表現 是比較 蠻立體的 還不錯 那當然我覺得 可能耳機的設計 它比較大聲的感覺 就是這樣 阿龍你戴上去大概沒有 都在玩遊戲 大概 那個 媽媽家裡吃飯 應該都聽不到了 好啦 這就是我們實機的測試 所以遊戲不要玩太久 對 保護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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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是稍微小聲一點點 保護耳朵 就是你要開始玩的時候大聲 不要玩的時候小聲一點 好啦 這就是我們這個 Plex Tone 這個電競耳機 這個是G800 Mark II 這是它第二代的部分 那剛剛我們有看到它這個 我實際的測試 我覺得表現實在不錯 在這個價位帶 我覺得表現CP值是蠻高的 那這個造型上面 其實也是蠻好看的 還有它另外 我剛剛就一開始有講 它有一個粉紅色款 如果你是一個女性 女生的朋友 女生的電信朋友 也可以試試看這個粉紅色款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Plex Tone G800 Mark II 那如果喜歡的朋友 可以到他們的賣場去購買 就是他的賣場點結 我放在資訊欄這邊 那 今天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叫按讚 訂閱 分享 掰掰 按讚 按鐘 按讚 按讚 按讚